大家好,今天开车去纽约上周,去半夜宋美龄女士的墓地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快到墓园的门口了 到了芬克里夫墓园的门口 这个墓园成立于1902年,是美国东部最有名的墓园 也是无宗教派墓园 此处墓园分为室内安葬和室外安葬 一进大门,绿油油的草坪都是安葬区域 但基本上看不到墓碑,是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墓碑都平欠占草坪中 这座陵园有特殊规定,墓碑不能露出地面 但是一会儿可以看到偶尔的大型墓碑 那是在这个墓园新规定以前就存在的 此处墓园所处是纽约威切斯特郡南部 和长岛一样,紧邻世界大都市纽约 是传统上上层白人与富贵家族远离喧嚣的居住首选区域 此处墓园占地约26万平方米 宋美玲的墓地是安葬在室内的 我脚下站的是这个陵园,山坡的最高点 宋美玲以及她家人的墓园是安葬在玫瑰纪念馆内 放眼望去就是我正前方那一栋灰白色的纪念馆 到了,正前方这栋纪念馆内就安葬着宋美玲与姐姐宋爱玲 以及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士,以及外交官,顾维军等等 我把这个纪念馆360度扫一圈 眼前这个纪念馆内还安葬着徐志摩的第一任妻子张又盈 以及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徐吉凯 这栋风克里夫大楼建于1927年 内部分为私人墓室和避障 好,进去换一圈 经验馆内鸦雀无声 门口的管理人员也不在 整个室内墓团邻居只有我一个人 这栋独立的大建筑一共三层 明亮的大理石墙面,深藏的大堂 还有电梯通往二楼三楼 宋美玲女士的墓室在三楼 好,那我就沿楼梯寻寻而上 宋美玲出生于1898年3月4日 逝世于2003年10月24日 网上说,她的亲属曾表示 宋美玲是占安错于纽约 不是安葬于纽约 安错是一个动词表示 正是安葬前把灵鹫暂时停放或潜埋在某处 其亲属曾表示 宋美玲生前说 如果死后情况允许可以迁回上海与母亲 文昌县,京海南省文昌市 我伸手把小牧室的吊灯开关打开 宋美玲的四人墓室内 有计条十条凳和长条舱 画着盛开的梅花 舱台上还有洁白的马蹄莲 此室内墓室只有三米见方 采用的是室内避障的方式 避障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空间 避堪的表面 镶着抛光的大理石板 大家看最下面一行是他的外甥女婿黄胜雄 倒数第二是他的外甥女孔令仪 目光往上移 大理石板上用中英文的金色字体 眷刻着蒋介石总统夫人蒋宋美玲 以及宋美玲的生族年月 宋美玲生前信奉基督教 但是他的墓室内没有看到任何关于宗教的符号 初夏的阳光从仓妇洒落到大理石壁刊上 东方易静的几株梅花之头 让他的历史风华婉约尽表 仓台的卡片上写着 南京中山风景名胜区美玲宫 另外网上说 此处墓地是宋美玲生前亲自来选购的 好 再来看一下宋美玲大姐宋爱玲一家的墓室 这个墓室没有眷刻中国字的姓名 用的是维托马拼音眷刻人民 分别安葬着孔祥西及其夫人宋爱玲 长子孔令坎 次女孔令骏和次子孔令杰 宋美玲另外两位兄弟宋子文宋子良也安葬在这个陵园内 一会儿拍给大家看 宋美玲牧师的旁边安葬的是一对信奉基督教的美国夫妇 有十字架以及宗教的图案 这座巨大的陵园里还安葬了很多美国的歌唱家 作家 音乐家 学者以及政治人物 甚至黑手党人物等知名人士 继续在第三层寻找宋子良一家的墓室 在长长的过天两侧建造了高级天花板的壁刊 用来安葬遗体或骨灰 因为搞不懂美国人他们是怎么来排序这个姓名的 所以我只有挨个挨个的找 大家从墓碑上不难发现 这个陵园安葬了很多老一辈的华人 这里说一下他们的姓氏除了用中文字表达 还有维陀玛的拼音来拼写他们的姓氏 维陀玛式拼音法是1871年英国人创立 威士音标在1958年中国推广汉语拼音方案前 被广泛用于人名地名注音 1958年以后在国内逐渐废子 好终于找到宋子良的墓碑了 大家看墓碑上就是威陀玛式拼音法 宋子良及其夫人宋曼英和女儿宋庆仪 终于看到一楼的管理人员了 好下二楼继续去寻找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 在这个幽静的房间里安放着骨灰盒 今天来这个陵园我走到哪里都给侍者居乐宫和双手和石拜了拜的 总之能安葬在这个陵园家里都不是苦出生 大家听只有我一个人的脚步生 众生的生河史大部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拐过来终于看到徐志摩第一任妻子张又怡的墓碑 张又怡后来改嫁香港医生苏季之 所以墓碑上的名字是苏张又怡 旁边的徐吉凯是他与徐志摩的第一个儿子 媳妇名字在旁边 顾维军在一面高墙的顶上 江苏省嘉定县人 他是中国近代社会活动家 外交家等等等等 另外有一些华人墓碑的姓氏 采用的是现代的汉语拼音法 很多我们汉族的姓氏 这位长者排位上镌刻着台湾省苗栗市皇城青翁林辉 又一位山东区父的长者 有的空者可能是千回顾礼了 我晃到了一楼 正前方因为没有仓妇就显得比较阴暗 虽然我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但此时此刻我的脑门上真的冒了一点虚汗 在一城这个墓室里 安葬的都是比较老一辈的 这位长者是1876年出生的 好终于找到宋美玲的兄弟宋子文的墓室了 宋子文跟小自己15岁的结发妻子张乐仪 以及女儿宋琼仪女婿冯颜达 躺在最里面的一个角落 另外宋美玲最小的弟弟宋子安 没有安葬在这里 安葬在美国旧金山 这个墓室里两个巨大的大理石石棺 自此贯穿了那段跌宕起伏的民国历史的宋家六姐弟 只有宋庆林葬在了中国上海父母的身边 一位葬在了美国旧金山 而其他四位全部葬在了今天来的美国纽约 芬克里夫公墓 公墓里罕见的高于草坪的墓室 在公墓的门口还有两座豪华的室内墓园 带大家看一下 这座公墓里一共有三座室内墓园 感觉这一栋室内墓园比宋美玲那一栋 修建的要稍微晚一点 总之无论贫富都应仗之以理 忌之以理 对于死亡 我们中国的古人曾说到 死而不亡者受 用大白话说 就是人类只有正义的精神可以长存 今天要怀着无比尊敬的心情 败业完宋美玲女士的墓地 相信很快有那么一天 宋美玲可以安葬于上海她父母的身边 完成一个女儿最后的心愿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驾车或者坐火车 过来晃一圈 感谢大家的观看 点赞 关注 转发 订阅 行驶600英尺后 下右侧出口